演员杨蓉是景犬来了这部剧的女一号 她饰演的女民警何木槿 是景犬花哨的好搭档 好伙伴 曾在路真传奇 美人制造等古装剧中 塑造过一系列古典美女的杨蓉 这次为了演绎英姿萨爽的女景花 她特意剪短了头发 青春十足 更显干练 这一半是这些 加暴 怎么会打这些 排四十多场戏不累吗 其实真正完成的量不会那么大 大概一天十多场 最多二十场 在剧中 杨蓉饰演的何木槿 是风秦岛派出所的翘锦花 个性直率较轿车 经常口无遮拦 喂 开始 保护红辣椒 方总 红辣室不小心有人要炸的吗 你把墨丧花路来 这几天吃处和红辣椒在一起 尽快把它靠清楚 是 等我好消息 个爱怼人的剧 然后 爱怼人 我知道 那天和那个贾景辉 景辉不在的时候 说你特别爱怼 生活当成你爱怼人 他操 他是你师弟吗 对 你跟他一起搭戏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冬生那个状况 冬生我应该是说的照片 但是冬生也说是照片 我一边带东西去的 在戏里 杨蓉贾景辉是一对配合默契的好搭档 在戏外 身为好友的两人 也经常在探讨表演细节的时候互怼 是久不见 是一个后生 是何月不 在那里是非常 kıson 不是 你这样 好的 开始 开始 5分钟 漫无几分 你回来了 西小姐 你运气可真好 待会更逢我的戒指相较 上轨就我的经厂哦 你来啦 你先为我们带来 跟我们职业的名字 不会 不会吧 这个你之前跑过来跑了 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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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部戏叫《鸦品战争》 所有的当时成班同学 就到那个戏去实习 就是从来没有 跟营物就是 只是学 没有多实践 到时候就去 就可能拍大街 可能我们就演麦包子的 然后表演杂戏的 就是可能一天要演十几个女生 对 就很慢一点 也不一定有那种客气 没有没有没有 一定不会有 一定不会有 直到后来就是 我在《鸦品战争》里面卸导 我突然把我叫过 说我当时是班同学 一个小孩 当时也在十三四岁的时候 一早就说 你过来 蓉蓉你过来 你过来 然后晚上我给你一个角色 是有台词的 很兴奋 对啊 我就觉得 哇 哇 成零星了 那也是第一次演麦 我就是演一个 鸡园里的小竹子 然后还只有一句 就是妈妈 妈妈 有客人 如果以为景犬来了 只是一部派出所民警 处理家常里短的戏 演员们只需要在小区 和别墅里走走拍拍就行了 那你就错了 接下来要拍摄的 是一场 近山搜救受害人的戏 派出所全员出动 美女景花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距离市区 非常远 大概有二三十公里的一个 山脚的位置 接下来拍的都是山脚下的 各种戏份 而且主要演员基本上都会来 包括花哨 男一女一都在 我们从中处 手掌带几个 教会员带几个 我们来给找 你们就跟他 往里面走 苍语 苍语呢 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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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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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啥意思呢 您帮我买的 然后就给您帮我买的 好 没问题 好 这个是给道具是吧 对 这是道具的 好 我们一起都给它了 你是 没事 我这个我都能干 他说给我们后面试 没事 我这个帮我买你家的 他叫我这个我收着 不着急 没事 姐 我新来的 好 退走 退走 对于演员来说哭戏是最能考验表演水平的一种演技 演艺圈流行的一句经典法则就是 不用声嘶力竭 一滴眼泪足以震撼人心 你多说两个手 你多说两个手 你说两个角度上就没话了 他能勾起 有了很多东西 我说不了太多 其实我也不想让他们做主意 已经这样了 我只是说都是我的错 我就不该带贝贝来 贝贝今天成这样都是我的错 对吧 好 开机 放了个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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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贝 开始 都是我的错 我就不该带贝贝来 要被他成这样 你为什么带贝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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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演员 特别是说 不是出专业院校直接毕业的 女儿其实要一点一点 真的可他从跑龙头开始 很辛苦 很心酸 但是如果你心里 对这个职业是有爱的话 是真的热爱的话 再苦我们也先坚持 坚持 再坚持 说不定 希望就在前面 有一些热话是在你想推出的前面吗 我第一次跟杨绒姐合作 然后呢 来看到大家系统的 我自己的镜头手 就是杨绒姐也会在那坐着跟我打 进来之前啊 大家散开点 大家散开点 说一点话 然后玩进来 大家让一让让一让 让一让 怎么了这是让一让 龙多 这边你认识吗 我去给大家看 我去看看那个怎么样 永远都是成功路上的